今日新加坡宣布放宽入境政策 之前如果打齊兩針疫苗 入境新加坡想免隔離的話 是要搭指定的VDL才行 所以由2月尾開始 升航就將香港非新加坡的航班改成VDL 要打齊針才上到機 令到一班原本打算經新加坡轉機去英國 而又沒有打疫苗的朋友大失預算 要改做其他airline 不過今日新加坡宣布 由2022年4月1日開始 VDL航班的任務功成新推 打齊疫苗的旅客 坐任何航班入境新加坡都可以免隔離 以未實行一個月左右 由香港去新加坡的VDL航班將會撤回 升航XQ亦都在網頁出了News 證實了我之前的估計 我試過按進去他們 4月由香港非新加坡的機 已經沒有VDL的藍色Label 即是沒有打疫苗的朋友都可以上機 只要你不是入境新加坡就沒有問題 看回新加坡有關的說法 你過境新加坡轉機的話 是沒有額外的防疫要求 只需要跟回你最終目的地的防疫入境規定 順便在這裡跟大家說回入境英國的防疫要求 由2022年3月18日開始 無論你有沒有打齊疫苗 入境英國都不再需要有額外的防疫要求 即是不需要出發前和抵達後做檢測 不需要填Passenger Locator Form 感覺上就真的跟未有COVID之前一樣 看回由香港到英國 升航應該是暫時運載力最高的一間Airline 每日最少有兩班機由香港去新加坡 以及每日三班機由新加坡去倫敦 而且有消息說 6月他們會加到每日四班去倫敦 除了倫敦 其實他們每星期都有三班機去Manchester 想直接在Manchester入境 不用在倫敦再轉多次機的朋友 都可以考慮一下 看回國泰 現在就算香港對那九個國家解禁 都只是打算每兩星期才復飛一班機 兩邊的Airline一比較起來 就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可惜坐升航始終比較貴 而且上次的影片都說過 升航加額外行李的成本比較高 加一件23公斤的行李要約$5,800 所以如果預算比較緊 又或者有很多行李要帶過去英國的話 就只可以繼續選擇升航以外的Airline 如果有些比較重要 又有關香港人去英國的消息 我都會在Facebook page裡跟大家分享 又或者會像這次一樣在YouTube出片 如果不想錯過的話 記住兩邊都要follow 有不明白的話歡迎在下面留言 大家討論一下 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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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